欢迎收看经理 天下大陆官媒披露了习近平 在去年底的谈话 为2023年稳经济 他开出了药方 包括了扩内需促销费 以及要引外资 另外美国银行调查显示 做多路股成了最拥挤的交易 而股神巴菲特的副手 孟格也表示 尽管存在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但中国还是投资者的首要机会 而另外收回中国 现在全面解封 加上迎接钢市的旺季即将来临 中钢的盘价已经连三涨了 激励钢铁股 今天在台股盘面上 可以说是红光满面 而钢铁股是已经打底完成 准备要上工了吗 另外美系外资表示 驱动IC大厂联勇 渴望在2024年 要打入苹果iPhone 激励联勇的股价 在今天是收在了400块钱以上 联勇已经摆脱去年 驱动IC的阴霾 那么股价是有机会再创高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谢晨彦 大家好 理财专家游婷好 大家晚安 精灵天下特派员叶芷娟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荣一生 大家好 好 陈彦我们看到 这个习近平 他是为今年稳经济开出了药房 像是扩内需促销费 还有引外资 其实包括美银 还有巴菲特的副手 对于中国的经济 也都是非常乐观 没错 老习在这一次 因为我跟他还不错 所以我就叫他老习 他在这一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其实点了非常多的重点 那我觉得重点在哪里 当然你要扩大内需 你不扩大内需 你整个经济怎么动起来 可是你扩大内需 消费也促进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外资 外资 所以他还讲要引外资 而且两个毫不动摇 所以要坚持 一定要把内需带起来 然后外资一定要引入 才能有效地化解 重大的金融风险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如果你不把消费带起来 外资过去就回头了 你不让它重新回来 你即便你去解决地产的问题 你的金融风险可能还是会存在 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的问题 我们节目特别追踪过 他也很清楚 那这一次他当面提醒大家 我相信大家会去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从这个习近平宣布 去年11月清凌政策 我们当时还一路追踪 我后来发现我们这个追踪的 非常的密集 上证指数今年涨了6% 突然之间 这个叫弃之如必喜 我对吗 我念对 对不对 发音应该是对的 美营就突然一个报告说 突然之间做多入股变成最拥挤的交易 什么叫拥挤的交易 意思就是说突然之间 大家都想要去操作 做这件事情 那以前是做什么 我们可以讲去年可能大家喜欢做多美元 比如说去做多美元 那有一段时期美元就变成一个拥挤交易 在更早的时候不是去做多这个美国的科技股 那它就变成拥挤交易 现在没有人想要做多美元 大家都跑去做什么 想要做多入股 为什么你要做多入股 而且连续七个 连续七个月 你看最拥挤的交易 那取代了之前大家做多美元 这件事情是不是 而且是1985年 这日子很长 15加2237 应该没有花太多时间 你看首件 为什么这里面当然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包括目前来讲 上证指数的本益比 其实不到12倍 可是S&P500的本益比多少 18倍 从贵跟便宜的角度来看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上证指数目前整体预估 为今年整个获利的成长率 就所有的企业18% 超过18% 可是在美国的部分 可能只有个位数 所以大家突然觉得说 美国贵了 中国便宜了 可是过去因为碍于 比如说防疫政策的问题 比如说它对外资 还有我们讲政治上面的 政策的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很害怕 可是现在他都说 来吧 一定要幸福外资 你来吧 我们打开 你赶快过来 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外资现在也看到 但是短线上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 拥挤的一个状况 当然资金不断的流入 确实连 这一位 大家应该知道 蒙格 不要翻芒格 因为我有时候会想成芒果 但他是蒙格 对 其实我跟你讲 他才是巴菲特的导师 因为巴菲特就有讲过 很多的一些投资的政策 其实都是他跟他请义的 他就说中国仍然是投资者 首要的机会 他认为说 如果要找到很多的好公司 甚至价值投资 因为他也是信奉价值投资 他认为在中国 你看他说 在中国可以买到更便宜 便宜不一定好 但是他说 估值买入更好更强大 这个点 我刚才讲到上阵子 光讲阿里巴巴 因为他之前有买 你知道他本益比多少 12倍 那阿里巴巴这个公司 应该就是 对他来讲就属于更好 更强大的公司 那现在这么便宜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做呢 那所以你看 华尔街日报就特别讲到 现在全球的投资者 都涌入中国股票基金 尤其是在美国 他们透过基金 就我去买基金 然后基金再去投资 中国的股票这件事情 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 逃离的资金 大概在10亿美金 可是今年到现在 已经是5亿美金了 表示大家开始怎么样 疯狂的投入 甚至涌入 能够投资 中国股票的基金 等于是说 你现在整个全部开放了 而且确实 尤其是内需的 比如说餐饮 电影 旅游的部分 好像都起来 而且这个带动 我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之前节目讲的 LV 对不对 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好像随便 只是看到它的价格上来 LV为什么会大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的开放 对 中国的消费者 疯狂的去买LV的包包 这件事情很可怕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 现在LV要买 很难买得到 因为都被中国买走了 他就理解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去看到一些MGM 你知道就是跨国的连锁酒店公司 最近的股价 不管旺豪也好 MGM也好 股价都在涨 为什么 也是因为中国的一个开放 所带来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你看 今年到目前 华尔街日报特别讲 像那些购买中国股票的 美国共同基金 你看交易所 再加上交易所买卖的基金 ETF已经20亿美金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 状况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当然中国的 其实看好的都是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重新开放 没错 当然过去还没有 重新开放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锻炼 就是说你要买什么都买不到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导致 之前美国的一个消费 零售的状况 你看去年 零售销售的状况不好 当然一个原因 大家会觉得说通膨 这可能是一个 可是还有一个 其实是锻炼的问题 那现在开放以后 锻炼的问题就解决了 果然我们发现 整个消费率 零售销售的数字 就上来了 因为你要买什么 我爸爸都给你 对不对 你要买的 你都买得到的时候 整个成交的数字就上了 所以美国一月 零售销售数字上来了 高预期 整个月增率高达3% 之前是下滑的 原因其实我觉得通膨 大家都说通膨通膨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一个 是因为中国整个封锁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那这已经是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升幅 当然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因为你的零售销售出来 那企业的获利不是增加 但是呢 这个市场上的经济人 其实有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说 这会不会变成是一个Tail Risk 我大概翻译一下中文 因为有时候我讲英文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我们叫做尾端风险 这个尾端风险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觉得没事 可是当你的这个零售销售开始往上升 会不会推升通膨 对 那一旦推升通膨 连准会就更硬派了 其实这次这个零售销售数据 这个好到让大家觉得也是有点吓一跳 当然这个对企业获利是有帮助 可是大家要小心 未来我们可能又要再请那个老鹰先生 来到现场 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所以美银最近针对这个经营经营人 做的一个调查 针对经营人调查 那这个受访者当中 其实过去 在去年底的时候 11月的时候 有77%的人认为说 未来经济会衰退 就未来一年经济会衰退 可是你看 11月到2月也不过三个月 已经降到剩多少 24% 所以普遍大家是认同 你从零售销售数字 整体的状况来看 大家认为衰退的状况 应该已经缓解 而且3000家最大市值的公司 这是高盛 他们最近出的一个报告 说只剩下12%的企业 有提到衰退 那当然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是不是熊市已经过了 所以富国银行就告诉大家说 熊市已经过了 那我们当然就很高兴 哎呀熊市过了 牛市要来 但他又说牛市位置 奇怪 那你 这到底什么意思 熊市过了 牛市也还没有到 那到底是什么 我特别说一下 这是富国银行的 分音师团队的一个报告 他说美国已经结束 这个美国已经结束熊市了 但 通常我们看到但就很讨厌 就是没有上演大反弹的这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既不是牛 也不是熊 我们的狗 对 你没错 没错 狗不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 它说的另外一种动物是什么 其实就是猴市 猴市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个坏消息我就跌 你有一个好消息我就长 甚至 但是它就没有办法续涨 也不会续跌 但在这个地方震荡的情况比较大 那等猴子累了 然后牛就会接棒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熊也不是牛 现在比较像是猴市 对 但是 所以 基本上投资者 就说你觉得 你觉得一定会跌也不一定 你就一定会涨也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激烈震荡的部分会出现 但你说短期内会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种反转 比如说急速的往上涨或急速往下 我认为不会出现 当然我觉得在投资上 大家还是特别注意一下 这些经营人他所担心的这些尾端风险 但是至少我觉得衰退的几率已经大幅度下降 好 陈妍刚带我们看到是富国银行 现在他们的分析师认为说 熊市应该已经结束 但也不会那么快就进入牛市 不过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刚刚陈妍带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就是通膨的压力上升 照理说会让民众这个消费的意愿 应该要缩手才对 但是庭浩最新公布的这个零售销售额 却可以越增三趴 这是两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所以真的在这一次这样一个数据 公布也跌碎了一地的眼镜 你看元月份是看起来好像是通膨这么高 为什么销售数据会这么好 那你反过来想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销售数据太好 硬是把通膨给拉起来呢 所以可以来观察一下 到底通膨跟销售数据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一次老实说 虽然算是蛮亮丽 但是有点亮丽到极端离谱 因为月增率高达三个percent 这个是过去两年来最大增幅 但是我们当然从同比来看 也可以理解 因为在过去两年 你像是二二年的新年旅游 或者二一年的新年旅游 当时还是有一些疫情上的干扰 所以欧美的出游人数 在过去一个新年 看起来是最高的 所以当然看起来 总体的零售销售数据 就会比较亮丽 但他也暗示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有没有可能 今年甚至不软着陆了 来到这个不着陆的呢 很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目前的销售数据已经佐证 就算通膨高一点也没关系 反正现在衰退的隐忧已经消除了 所以真的有可能不是软着陆 不是硬着陆 是不着陆 对 按照目前的消费数据 如果一路到二月份三月份 都是这种数据 那就表现的 其实经济比想象中还要来的强劲 但是值得观察的事情是什么 这一次其实有一项数据 它是极端离谱的 就是属于信用卡 和借记卡的消费年增率 这次是高达五个percent 整整高于其他的 零售相关项目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过去几个季度 你看从去年九月份 十月 十一月 其实信用卡的消费量都在下滑 那很正常 因为大家已经感受到高通膨了 所以感觉又非常显著 但是居然在元月份 这一次的新年旅游 居然突然大幅度的暴增 所以它暗示着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有没有可能市场的消费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强劲 但也可能暗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现金可能 现金可能花光了 现金花光我就被迫要举债 所以这跟联总会的 货币宽松政策一样 联总会受不了了 经济承受不了了 他只好像未来来透支财富 去他降息降低利率 那如果民众 现在已经透支不了 现在的现金 怎么办呢 透支未来的财富 进行信用卡的借贷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个疑问 原因很简单 这也是美银目前看空的一个重要观点之一 就是民众的所得根本就没有追上来 零售销售数据凭什么创高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张图表是美国的实质所得 什么是实质所得 就是我们要把明目所得扣掉通膨 所引起的所得增长 这才是你实质的购买力 要不然货币宽松 股市上涨 债市上涨 房市上涨 早晚工资水平也会上涨 所以你必须把那个 虚的上涨的部分给扣掉 你会发现过去长年以来 基本上实质所得 它都是依循着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线 可是从2020年高通膨开始发酵之后 它整个gap落差就开始增大 也就是说目前的实质所得 是并没有跟上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度 几个季度 股票资产的上涨逻辑 所以如果民众的购买力正在减弱 为什么销售数据反而会越来越好呢 所以这个时候要理解到 也许销售数据里面也有一些 通膨的餐水成本在 就是大家的必须消费在 但是物价真的很贵 但价就是这么贵 所以我可能吃的饭一模一样 我也没有消费更多 但是看起来总额就变高了 我们如果观察另外一项数据 是美国的实质实心 实质实心也很简单 就是从明目实心 减掉这个通膨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在1968年 当时的美国实心最高来到12.12块 这是美国的实质实心 那在我们看到09年 也来到了9.99块 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是7.25块 也就是说 这个是过去50年来 美国实心实质薪资购买力 最弱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其实美国的真实消费情况 并不如大家想象中还要来得好 很有可能是因为销售数据 它并没有特别扣除掉通膨 所得出的实质销售数据 所以很有可能只是因为通膨太高了 看起来大家 所以好像消费的金额很高 对 但真实而言 如果扣掉通膨 我相信其实民间的消费情绪 并没有想象中来得这么乐观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很多投行 针对感觉元月份 有一些比较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 所进行的挑战 也是美银的主要观点之一 当然看空的除了美银之外 我们最为显著观察的就是 这一次大空投Michael Barrier Michael Barrier到目前为止 针对美国股市仍然抱持着 极度看空的格局 我们从这一次它的13F 时昌的报告就可以理解到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现在在持股部位当中 你看到最大的成本股就是geo geo是美国的私人监狱股 简单来讲 监狱股 这支监狱股它本身的用意 很简单的投资逻辑 就是如果经济会恶化 高通膨 那么犯罪率失业率都会上升 那么美国 因为现在美国全球有五分之一的罪犯 都关在美国 所以美国的监狱的商机算是蛮高的 那老实说 它在第三季就已经持有geo 很大比例的 就已经是它最大成分股了 第四季暴涨了接近七成八成 所以是它没有 它会看就是通膨的问题 不会那么快解决 所以还会持续引发一些犯罪 治安的问题 没错 不只是治安的问题 它认为连信贷风险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信贷风险 就会造就失业率的大幅拉抬 所以我们观察到 它在第四季 老实说 它适度的减持了一些geo 减持一些监狱股 原因是因为涨了七成八成 总要获利了结一下 但是它还是最大的持长 就代表着 它目前仍然十分看快 整个美国股市 在今年上半年到下半年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其实各位从过去的数据 也观察到了 你像昨天 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 密西根大学又爆发枪击案 那前阵子是华裔的 加州的谋杀案 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去年最危险处是德州 我记得是儿童的这个枪杀案 现在美国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美国目前在枪击的死亡人数 以及车祸的死亡人数 早在2016年 就已经死亡交叉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走在美国路上 被枪打到的几率 是比被车撞到的几率还高的 这个就是美国目前 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情况 那同时间 主要国家的凶杀案 你也发现美国大概 每十万人当中 大概有五个人 就是在美国发生的 但是其他国家 大概就一个 或者说零点五个 日本最低 美国真的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种目前美国的社会 治安环境 我举个例子 我大学室 有现在在密西根大学 念那个PhD 那因为在美国难免就要开车 那开车开车 他以前我记得他是开Focus 就福特的 美国车子 后来我发现 他怎么最近改换这个特斯拉 我就问他说你不是开福特 为什么改特斯拉 他说他被偷了两次 那个汽车的催化转换器 就是连接排气管那个 就很多小偷一直偷 那他最后为什么买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没有排气管 所以他就买特斯拉 干脆换电动车 美国目前其实很多 我们讲的民主党州 尤其在进行警察权力的线索 所以老实说犯罪率是节节高升 在加州尤其特别危险 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那不管如何 我们可以观察到 Michael Burial 其实对于美国股市 今年的发展 老实说并不是特别看好 甚至他认为会有系统性风险 发生的迹象在 可是相反的 他有没有进行一些 更多持股的建仓 在去年第四季 答案也是有的 我们看到去年 他有真实两档股票 中概股分别是阿里巴巴和京东 增幅幅度都算是蛮大的 那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从第四季到现在 整个港股的反弹逻辑 港股从低点反弹到这样五成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基本上他在整个中概股的做多面 也是大幅获利的 只不过他还没进行获利了结 这一次财报当中 他只是买而已 其实大陆经济复苏 很多机构 他们已经开始在 这个抄底中概股的一个情况 没错 那其实很明显 基本上大家对于今年认为 中国一定会带动 全球经济成长的原因 是因为去年基期太低 去年封城 那今年不封城 不可能经济比去年差 所以光是一个基期效果 它就会有非常显著的经济增长 但是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 全球经济的救世主 这要看一下过去的历史指标 来进行回测 你可以观察到 这张图表蓝色线是中国的 蓬勃信贷脉从指数 红色线是我们看到的 全球的ISM制造业经营人采购指数 那你可以观察到 什么叫做蓬勃信贷脉从指数 就是信贷去处于GDP的比值 简单来讲 如果这个比值越高 就代表着 大家借钱的速度 比你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快 那金融市场就会蓬勃发展 那如果你借钱的速度 比GDP增长的速度还慢 那其实市场上 投资医院就不是很强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蓝色线跟全球的 经营人采购指数 你会发现蓝色线 永远都跑在红色间之前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观察到像是15年 这个蓬勃信贷脉从指数 中国已经往上跑了 结果隔了两到三个季度 全球的制造业才开始往上走 那一样中国先下行 全球再跟着下行 那这一波很有趣 我们看到 其实早在二一年 中旬的时候 中国的信贷脉从 他就提前下行了 他已经暗示着 二二年 我们迟早要迎来 景气的走脾气 果然现在全球的ISM 跟着开始下滑了 那中国目前的信贷脉从 正在低档开始主体的迹象战 就要看一下这一次的点火 能否成功了 但目前还没有大幅 谈顺的迹象 所以基本上 今年下半年 全球经济能不能复苏 它就取决于中国市场 能不能作为一个领先指标 毕竟中国是全球 新兴制造业大国 那这正常来讲 你要制造完才会输送到需求国 才会输送到消费国 所以照理来讲 它的经济动能会领先全球的销售数据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 有一个面临最大难关 就是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中国这张图表 是私营非金融部门 信贷占GDP的比例 简单来讲就是 你们国家界的债务 占GDP的比值有多大 你可以观察到红色线 也就是中国 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 正式超越了所有的发达国家 成为全球信贷部门 占GDP杠杆率最高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中国早在15年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要推行一带一路 就产能过剩 生产东西太多了 人家需求没这么大 那你要怎么样保持经济的驱动力 要加杠杆 要找人借钱投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炒地皮 你炒地皮就会增加GDP 所以15年 它的经济增长力度 来自于我们看到的杠杆的提升 好 刚停好待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道路 现在的一个状况 不过中国解封的话 其实也真的带动了 原物料的行情 加上土耳其 就是强政过后 现在的重建商机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中钢盘价 已经是出现了 三连升这样的情况 在今天台库盘面上 其实钢铁股是红光满面的 所以就要请教这个益生 钢铁族群的话 在这一波是可以全部都收回吗 好 昨天 去年中国股市跟向上股市 什么时候开始大幅度反弹 就是从网路开始谣传 要开始截封了 从那个时间点 就开始大幅度反弹 然后接下来就是内需产业 也开始有这样子 新闻消息出来 要带动 那我们看到在整个钢铁的这部分 最上游的这个原料 十一月来讲 是在整个铁矿石 以及钢铁的旦季 冬天通常是这个 大家不会去开工的 可是在农历年前中国的发改委 那已经这个告诫 期货公司 还有像一些钢铁 贸易企业 不可以去炒作铁矿石 我们看到在十一月的时候 铁矿石 期货就已经从低点反弹了 大概四十五趴 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那到了现在 今年进入到春季的 刚才也忘记了 那这个其实价格 还有几乎在持续往上 那再来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的整个钢品的 这个现货价格 不管是热钢钢 冷钢钢还有像这个肺钢等等的话 都是从底部开始 从十一月开始往上涨的这个状况 那包括像中钢 其实去年从十月到十二月 中钢真的是佛星来的 为什么 他告诉下游厂商 你们要赶快去回补库存 不然到今年刚是往上涨的话 你们利润会缩水 那我们看到才亚洲的这个像是宝钢 还有像越南合进钢厂 在去年开始 其实钢价也都在持续往上涨 那中国的部分 同样也是这个报价 在持续往上涨 那包括其实未来 土耳其强震之后的重建 也让整个欧洲的钢市需求 需求会增加 那土耳其的钢厂 可能就只能够去应付本国的 这些重建的需求 那还有一个就是乌俄战争 或是之前亚述钢厂被炸掉 那所以其实在整个未来 如果一旦停火之后 一些重建的需求 也会让整个欧洲部分的 这个钢市需求会增加 那再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 刚刚说了很多 这个房地产政策了 那我们看到实际成交的状况是怎么样 上海最新一周的这个新房成交 1650套比前一周还要翻倍 那更夸张是在苏州 苏州的新房成交量 七百套到八百套是前一周的十倍 因为苏州他是在整个上海地铁线第一站 所以最近在中国大陆房市交易真的很热吗 对 那不管是新房还有二手房的这个部分 开始好像大家都越来越有信心 那显示就是在三月 习近平这个是第三个任期了 第三个任期中国三月两会之后要这个加冕典礼 那也是要充经济要拼内需 所以在整个房市的部分需求不断的增加 对钢市来说那也会有这样一个实际的需求 那包括像美国的充电桩 还有像整个电动车市场 将会带动今年的车市在成长六到八趴 对于整个钢板的需求会增加 那么看到台股的一些这些个股 二零零中钢 我觉得整个钢市的部分可以看大作小 什么意思就是中钢是指标老大哥 对龙头 对那老大哥只要持续强势的话 那其实不管是上游这个中红 还有像这个做钢板剪裁的 星光钢还有像比较小钢炮的部分 都可以多加注意一下 那中钢的话 其实很明显的从去年以来 大户在持续进场 大户这个是两百张以上大户 两百张以上大户持股再持续增加 先来到百分之六十八的这个比例了 那这一波的带量发动位置 大概是三十块到三十一块 观众朋友你只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只要这个位置不破的话 那整个钢市应该都是持续健康往上看的 那包括其实中央也认为 未来是进行一个钢市的这个U型反转 U型反转什么意思 下来之后震荡整理 那突然就上去了 所以现在还在这个位阶 还没有真的喷出去 你不要等到冲出去才就追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U型反转的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未来是不是真的如中刚所说的 这样子 那可以看到只要这个上升趋势线 是维持住的话 那整个钢铁股 来说应该还是会一个健康的轮动 那在另外一个中红的部分 目前他的下游固存水位并不高 那Q1其实就有机会转亏为盈 那目前同样也是大户先去卡位 那最近可能大概这一两个月稍微有一些筹码没有再续买 所以股价稍微休息 那大量支撑区大概是二十五块到二十六块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目前的话差不多就二十七八 二十七八块的位置 可以先进场一半的部位 那如果未来如果有再拉回月线之下 我觉得还可以再续买 指标就看大户中刚的部分 只要老大哥没有转弱 那我觉得其他小弟可以持续的去进场 星光钢的部分同样是 那这个美国的基础建设 那拜登其中有一环就是要推这个基础建设 还有像电动车这个充电桩的部分 那Q3甚至他看的比较远一点 Q3都可以持续维持这样一个旺季 那目前持续的往上 那有机会今年开始可以倒是甘蔗 四十一块到四十二块 五这边会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 同样是大户在进场 散户在出厂 大户都在买 散户都在丢 那这样子一个筹码 大家要跟着大户去做好不好 不要不要这个 当然是筹码会比较干净 对 涨一点点然后就想要买 那目前这个量能稍微有一些缩下来 那我觉得再往下缩到 大概两到三千张左右 可以去进场布局了 那再来就是小钢炮威智的部分 去年2021年钢铁类鼓 中钢从大概二十几块 涨到最高四十六块 涨了大概快要两倍左右的这个幅度 我爸放了中央二十年都解套了 已经变隔带冲了 然后小钢炮威智海光 威智涨了六倍 最多涨到六十几块 那当这个 如果资金跑到钢铁这个族群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把这整个族群 水就满出来了 那满出来状况下 小钢炮通常会冲得比大牛骨还冲得快 威智的话目前虽然量有些缩了 那大户还是算其中 然后目前回到一个价稳量缩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有来到二七到二十八这个附近 会成为比较明确的支撑 那大家可以多加注意一下 除了这个中国大陆全面解封 带动了这个钢铁股的行情之外 现在整个疫后的商机崛起 像在台湾来讲 全联董事长林敏雄 他现在也要来插旗饭店事业了 跟国际顶级奢华饭店集团来合作 要打造在全台的第一间四季酒店 我们要请讲子涓 为什么林敏雄是选择去盖饭店 不是我们一般会认为 这个利润比较大的商贩 现在看起来他原本是豪宅王 然后接下来是超市王 然后现在他跨界也要变成的是饭店王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四季酒店 四季集团它有多顶级 直接数字给大家 我就好奇 假设明天礼拜五 那大家下班之后 我想要去住个饭店 休息一下过个周末 那要多少钱呢 我今天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如果是香港的四季酒店 就是明天晚上 如果你要去住的话 一个晚上是两万五台币 大概是这个价钱 好那如果现在大家很喜欢去日本 那一样明天晚上如果要去的话 京都四季酒店要不要猜一下 这个就高了 六万多块 对 别觉得你应该是住过 那个数字猜得非常的精准 好那我再来我还去看了一个 那如果是巴黎的四季酒店 在明天晚上你要去住的话 那个数字就更惊人 是八万五 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四季酒店 它够不够顶级 它其实真的很够顶级 好那这个消息 是要至于大家在讲的是 因为林敏雄 他自己出来透露 他说我原本这个D3 就是101前面非常精华 而且位置非常好 很方正的那一块 他说我原本是要盖商办的 我都已经建筑师的这个图都已经画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四季饭店 他是主动找上我 不是我去找他 四季饭店主动找上林敏雄 所以与其你说他要来盖饭店 其实这个概念不对 因为是四季饭店找上他 然后误打误撞 然后商谈了很久 他最后还说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盖饭店 到了四季酒店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些冷知识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比尔盖茨是他现在的最大股东 比尔盖茨是他现在的最大股东 而且他非常有夺顶级 他有一个特别招牌的服务室 他拥有他自己的私人的飞机 如果你是顶级的客户 他可以用他的私人飞机 要载你去世界上各个的四季酒店去居宿 好 那其实我觉得林敏雄跟选商的四季 愿意点头来做合作 其实也跟他一直以来经营哲学员 有一点非常的类似 他一直以来他都有说 如果是中间群 就是如果你是第二名第三名的人 是很危险的 他说你在各行科业你要做 你一定要做第一名 所以他在超市的这一块 全链他一定要做到第一名 加速要最多 那再来房子他的老的这个家底 他原本是盖平家房 后来他我一定要盖到 台湾第一的豪宅 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当第一名 所以他现在选择了跟四季合作 好但是他自己其实也有说 他说的的确确 如果我开发的是饭店 投资金额很大 重点是回收很慢 所以他其实自己也知道 这件事情并不划算 所以大家就会在想 那他到底到底看上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可以看三点 第一个当然还是疫后 就是疫情过后 高端旅游市场的复苏的这件事情 你大家知道吗 我还去稍微看了一下 四季酒店即使是在疫情期间 但他的客单价还上涨 他并没有因为比较少人住 然后就降价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顶级的世界 真的有这么多有钱人吗 不是 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世界上有钱人 就是这样子在过生活的 这是其一 好那其二还有一个是 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 在地的集团 跟国际间的集团做一个合作 其实它是提升 它自己品牌的知名度 跟那个形象 对 类似的概念其实也有点像是 像远东集团之前跟香格里拉饭店合作 这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对他自己的形象上面的一个提升 也可以让国际之间知道 台湾有这么一间公司 它是一个形象上的提升 然后这是第二 但第三我觉得现在也是 最值得来玩味的是 毕竟林敏雄的本业是建筑 建筑它是在盖豪宅 所以也就是现在这样 这边这一个 四季酒店除了在饭店本身之外 它其实开始有一个第二事业图 它在美国 在日本 在香港 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 酒市的住宅 而这样的酒店是住宅 也有可能是四季自己盖 当然也有可能 它主要是做那个物业管理 也就是豪宅 然后找了四季酒店来做物业管理 这样的一个结合 而这种结合在目前台湾的豪宅市场 还很新 好 所以如果今天林敏雄跟四季集团 有这样牵线合作盖了饭店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开始有很多想象空间 是 它是有可能会在它所推出来 接下来的豪宅当中 跟四季来做个合作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酒店式住宅 带进台湾 所以也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原力拿到了这一块 对于它自己本身的身价来说 也是三级条 所以背后你大概可以看到 有这三种这个状况 好 那其实讲到了信义区 我们也会觉得很有趣 过去我们讲信义区 一开始我们听说百货大战 对不对 很多的百货 从星光 然后后来有微风集团 原百也通过进去 对 法式百货大战 可是再过几年之后 前几年你听到的应该是商办大战 是 也就是当路的这些台商回流的时候 那时候商办大缺 商办大缺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包含像是 我记得那时候像是 富邦集团原本也要盖饭店 后来他就有一块地 他说没有我不盖饭店了 我现在要盖定级商办 所以中间有一块区域是变成了商办 但现在呢 好像这个风又吹 又吹到了变成饭店大战 除了我们这传统是三家顶规的饭店 在信义区 你说W Hotel 还有军越等等 好 现在接下来 刚刚这边所讲的是四季酒店要来了 那这个是会更早开幕 这个是中信 以前中信的那块地 大家也知道 他现在盖的Sky Taipei之外 他要引进的是 这个也是顶级的一个集团 然后他要一口气 带两个品牌的饭店进来台湾 那再来还有一个 现在中级酒店也是顶级的 中级酒店要进到的是大巨蛋园区 所以我们早会觉得信义区蛮有趣的 每一段时期就有一个大战 从商场然后到商办 然后现在看起来变成了饭店大战 好 刚刚只见到我们看到 那么现在林敏雄 跟这个四季酒店合作 那么未来在台北市的这个信义计划区 可能就会引爆一个新的饭店大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关注的是 梅西外资表示说 驱动IC大厂联永 在2024年 明年渴望打入这个苹果的供应链 那么他是不是已经摆脱了 在去年这个驱动IC的阴霾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